台北市大龙社区和市场的建筑物 是民国74年前国宅处新建完成 后来在100年被鉴定为海沙屋 便从103年开始办理重建工程 经过市政府积极透过注点服务 提供中继住宅 并且陆续协助解决居民和摊乡的问题 终于能够顺利进行下一个阶段的 设计与建造招标工作 所以在这个设计建造标里面 设计标由都发局来督导 工程标来由公务局来督导 所以第一天开始就决定分工 这样子最有效率 好 谈到工程来讲 我们也决定我们要省时间 所以我们在地面以下的连续壁工程 我们会先行发包 所以建筑师他取得这个设计案之后 他会先行设计连续壁的工程 之后再进行设计一楼以上的市场 社府设施跟住宅的时候 同时连续壁工程可以先行进行 都发局长表示 市政府各单位积极整合 以及局处首长的参与 让大龙社区和市场重建案 将会是未来都市开发的成功典范 市长做了一个决定 要推动这个工程 接下来的五个月 是个罕见的 两个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五个局处 哪五个 环保 社会 公务 都发 产发 一起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少见的 五个局处的平行工作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值得高兴的集体成就 这也是市府到位 八个月来第一个 正式发包的整体 从社府到住宅 到市场使用的一个综合工程 都发局表示 目前新工处预计今年12月 将会完成既有建筑的拆除工程 而设计与建造案采购金额为 五千七百四十八万元 采限制性招标方式 欢迎开业建筑师 踊跃参与投标 记者许超雄 特别报道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宽评120枚 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让您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在八年免费建制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